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7月8日星期一 关于中共两任国防部长被清洗的事情 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 就是美国犯了错 美国犯了不应该犯的错 因为李尚福和魏凤和两任国防部长不仅被清洗 还有火箭军高层也全都被清洗 还有战略资源部队是就地解散 所以外国有个形容叫做无人生还 这里是李尚福 国防部长 秦刚 外交部长 魏凤和 前任的国防部长 还有首任的火箭军司令 还有李玉超 第三任的火箭军司令 中间列任的火箭军司令 周亚宁也被清洗 这被清洗的背后是中共官方 当然假装说是腐败 但事实上这根说得进一步的 中共召开了一些会议说卸力 再进一步的说就是其暗透明 原先是讲到俄罗斯方面有检举 俄罗斯方面有告密 普京是克格勃出身 他派了副外长到中国访问 向习近平告密 表示外交部 国防部 总装备部 火箭军 战略资源部队都在通敌通美 这是当时的线索 但是当时还有另外一个线索 现在看出来美国的确是犯了一个错 就是在中共召开20大的时候 2022年10月24日那天 中共的20大正在举行 美国空军大学 其中有一个叫中国航天航空研究所发布了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是关于中国的火箭军的报告 这个报告是事物巨细 把中共的火箭军挪累得非常详细 包括在全国各地的分部 部队的番号 每个基地的负责人 中英文的姓名 还有每个基地的装备 以及火箭军新发展的项目 像东风21 东风26 东风47等这些导弹等等 非常详尽 发表了一份报告 当时美国大概发表这个报告 意在敲打中共的二十大 两个敲打 一个就是帮助一下中共内部的改革派 开免派 比如说李克强 汪洋为首的团派 敲打一下强硬派 表示习近平虽然执政 但是却造成了重大的国家机密的外信 另外美国当时还一个敲打 就是想借二十大敲打中共不要蠢动 不要对台湾有所蠢动 因为二十大如果习近平一派当大 极可能对台湾发动攻击 让美国空军大学公布这个消息 就表示我们对你们的情况掌握得非常仔细 事无巨细 全掌握 你们攻台的阻力不外乎就是两个 一个是火箭军 一个是战略资源部队 火箭军就是以前的二炮部队 美国把你的底细掌握得一切二楚 所以就警告你不要蠢动 但现在看来 美国空军大学这个做法 实际上的确是犯了个错误 犯了个不该犯的错误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提醒了习近平 那就是火箭军为什么泄密 美国为什么把火箭军的情况掌握得如此的清楚 除了美国的情报很厉害 美国有17到18个情报机构 大家听见的中央情报局是主要机构 但是还有形形色色的很多情报机构 国防情报局等等 上面还有个情报总监 美国情报领先世界 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显然美国空军大学的一份报告 引起了习近平的怀疑 所以应该说从2022年下半年 年底的时候开始 习近平就开始注意到火箭军的不同寻常的动向 之后就是2023年所演绎的故事 先是火箭军的一些副司令相继被捕 相继失踪 再后来就是外交部长秦刚突然出事 然后是国防部长李尚福出事 而且当时习近平说要倒查六年 因为李尚福当过六年的总装备部长 在上任国防部长之前 再后的演绎就是无人生还 就是两任的国防部长 三任的火箭军司令 还有整个战略资源部队的解散 所以倒个头来说这对美国是一个教训 因为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无心之过 无心之死 却造成了中共内部反对派的尸首 因为如果现在看来魏凤河 李尚福 火箭军的上乘 战略资源部队的高层 所谓腐败只是一个非常小的细节 重大的还是跟通美 漆然透明 要留一手 相当于可以说对美国 国际社会是一个重大的牺牲 因为这些人应该说是潜在的反习派 表面上是习近平提报的人 两任的国防部长 几任的火箭军司令或者封的上将 但是这些人不愿意攻台 不愿意当炮灰 知道哪不过台海战争一开 美国参战 共军必败 所以他们知道这个现实 所以他们都纷纷给自己留后路 漆然透明 不管是出于个人的动机 还是出于对整个形势清醒的认识 他们的作为有利于美国 有利于国际社会 也有利于台湾 但是他们却最后不胜事实 当然也不见得习近平一派来 就把所有的这些欺人透明的人都抓完了 不见得 应该说在中共党内 军内还存在广泛的人 反战 反习 不愿意当炮灰 所以以至于后来习近平故意用另外一句话来给自己找台阶下 说美国想诱使他攻台 他不上当 这是他对欧盟主席说的话 后来被英国的报纸报道出来 给人感觉他想脚底开溜 脚底抹猪油 想开溜 原先给团派政治老人拍胸部保证的事情 现在不敢干了 因为他拍胸部就表示 只要他继续当政 他就能拿下台湾 但是似乎有点不敢干了 不敢干当然有很多种原因 最重要的人就发现内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不仅是贪腐的问题 装备出问题 不仅是反习的问题 而且是众多的将领都在里通外国 都在通敌 通美 给自己留后路 要气眼透明 所以这些情节才是把习近平下注的主要原因 习近平看上去得手了 但是还有多少人 多少的李尚福 多少的魏凤河 多少的秦杠 并没有倒下 并没有被发现 这还是个未知之谜 恐怕经过若干净的演绎才能够看出来 谁胜谁败 或者按照一个谚语所说的话 谁笑到最后 谁笑得最好 用于湖南大水 湖南洞庭湖大水 洞庭湖泄洪了 这是前所决敌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情景 央视不报道 反而去报道美国的水管破裂 说最近的央视一会儿报道美国在叙利亚偷小麦成了一个大新闻 一会儿又报道说美国亚特兰大一个水管暴力 但就不报道湖南严重的水患 人家总结中央央视的报道说得很好笑 说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 去打阿富汗是为了毛驴儿 打叙利亚是为了小麦 那如果美国打中国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标准答案出来了 说那就是为了入党 因为只有进入了共产党才有那么多的既得利益 说美军不打中国这一一攻打中共的话 那都是为了当共产党员 享受既得好处 按照中共的逻辑 回头说这个湖南大水不报 湖南大水不报 现在是什么情形呢 光湖南省平江县就传出了可能三万多人死亡 因为平江是比洞铁湖更早的决堤 是在7月初7月上旬前几天 平江出了大事情 平江县是位于湖南省会长沙旁边一小时车程 这么一个县 平江当天大概7月4号的一天 87个水库泄洪 而且是夜间不通知老百姓 结果很多老百姓卷了洪水 87个泄洪不遇见泄洪 偷偷放水 老百姓没有接到通知 结果大量的老百姓被淹 很多的店面被冲走 受到平江县水过后 当时当局闯城市大雨 实际上是洪水 而地洪水所是雨下的 根本不是泄洪造成的 老百姓回来了 一些老百姓逃离回来 发现很多人不见了 三万多人十年 而这三万多人十年的话 当地的老百姓一直认为他们都死了 他们都没了 那么他们有这么些说法 平江县的老百姓有这么些说法 说7月1号 平江87座水库同时泄洪 我们平江老百姓没接到任何通知 还有一个人说 我的朋友两夫妻去救他们的店 就是我想去救朋友两夫妻 想店门关上 房子里面东西被冲着 洪水来得相当快 几分钟就把他们淹了 到现在都没看见人 我前天划船去他们店里找人 没找到 应该是没了 还有说 整个县被淹 财产损失已经无法估算 特别巨大 现在我们只想知道死亡多少人 在房里的有的没被冲走 在街上的都被冲到河里去了 我们平江人民这次招了秧 城区三到四米深的水 一层基本淹没 乡镇更是不得了 新闻联播没有报道 大水就是半个小时内冲进来的 说没人跑得赢 没人搞得赢 湖南话没人搞得赢 没人跑得赢 历史 谋人高得赢 伤亡情况也没有人知道 死了很多人 很多尸体我们都在高处看着 所以说明罗江冲泽 三万多人是搁街道乡镇自己统计的 政府有巨大的责任 想拖折 几次坐水库同时一红 我们老百姓没接到通知 他们当官的都跑了 地方政府部门也有上级领导的 老哥 你不知道我们这次损失有多大 这就是平江 说是县城好一点 乡镇最惨 乡镇直接死人 大水就是从几个大乡镇冲下来的 说50公里外的乡镇商店招牌都冲到了我们县城 这平江县 老百姓就说三万人没了 那洞庭湖是什么呢 洞庭湖当时当局宣称说转移了五千多人 但是当地人说那里就六万人没被转移 另外说洞庭湖一泄之后 下一个是几十万人照样 几十万人泡了汤 很多人连动物都浮在水上 牛只 猪只都浮在水上 情况很严重 现在大家看两个镜头 洞庭湖现在是什么景象 洞庭湖的景象 你要说是从数月就好风景美来看 洞庭湖风景美 现在是另外一种美法 惨美 美得很惨 洞庭湖绝地之后 大部分的房屋 大部分的树木都被淹没 村庄都被淹没 人去哪了 大家只问人去哪了 另外还有个镜头 是有志愿者划着船去拍的镜头 那是洞庭湖一片汪洋 一片汪洋 让人根本不敢想象的是洞庭湖 还以为到了秦皇岛 原来毛泽东还假装写了一首诗 叫什么秦皇岛外打渔船 秦皇岛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像随便 前面说的是大雨落幽烟 现在看看洞庭湖变成了秦皇岛的景象 远处只有房顶 房顶几乎都看不到 远处看见一间房顶 就好像在水边上飘一样 这已经不像是一个湖泊 已经像是汪洋大海 所以洞庭湖淹成什么样 死了多少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位置数 因为光平江县就三万都没有了 洞庭湖涉及到多少县 多少的相准了 这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 就在这个人祸的同时 中共现在已经习惯了一套做法 救灾不认真救灾 搞摆拍 搞作秀 比如说那天他为什么失败 说弄了卡车 装了闪杀 这已经是违背常识 连古人都不如 没有钢筋 没有石头 也没有钢筋包 没有砂石袋 就拿闪杀 用卡车去 说卡车 你说你没准备好吧 你准备好了横幅 你说你准备好了吧 你就准备了一些闪杀 结果是不仅没堵住馈绝口 而且是馈绝口迅速扩大 从十米扩大一百米 扩大一百多米 扩大到两百多米 迅速的决敌 就在一个小时之内 然后还搞摆拍 搞横幅就已经是摆拍准备 搞宣传了 还搞什么摆拍呢 说是当地平江洞庭湖这一带水患 当局发了一些图片 好像很感动 说一些消防队员在救灾之后 说这些小伙子累了12个小时多 然后就席地而卧 结果人们发现 席地而卧 衣服很干净 衣服都没有正脏 说崭新的戏服 崭新的戏服 看看这个是作秀的照片 这个是宣传的作秀照片 说是消防队员经过12小时之后 累得不行了 席地而卧 这种镜头在中共从去年到今年 在红栅中多次使用 但是看这些人穿的衣服 一点泥土都没有 一点泥水都没有 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就倒在地上拍摄而已 而且你想想 要是累得够欠的话 你至少说不是所有人都躺下 至少还有那几个人不躺下 全部躺下 很生动 说最后被网民怎么说呢 说扎演技 说演戏都演不像 有人说扎男 扎女 扎子的扎 连演技都这么扎 你还演戏 不仅演戏 湖南省当局 特别是洞庭湖这一带怎么宣称 说为了洞庭湖的加固防洪 在大水来之前 说是投入了85亿人民币加固提拔 说固若金汤 现在人们问 85亿去哪里了 用在什么地方 能不能有个交代 能不能有个明细表 官山勾结 权钱交易 中南海的人不是说反腐吗 这不逮个正着吗 一反一个准 85亿有没有用到一个亿 人们都怀疑 号称85亿 另外 现在有一件事情爆红了 虽然是湖南遭到大水了 遭到大灾了 央视也不报道 但是有一件事红了 那就是习近平的某一本著作 发表一周年 叫做《习近平关于治水的论著》 是去年7月份发表的 当时的央视党媒党报隆重报道 全国认真学习 所以现在这本书爆红了 爆红 习近平总数据《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 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 出版发行 去年7月18号 一年了 当年央视上隆重报道 治水怎么样呢 一年来的政绩怎么样 习主席给洪水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数据一个治水指明的方向 且不说去年到今年指的怎么样 一年水患比一年严重 一年比一年 天灾人活更严重 就说过去11年 不要说这一年 过去11年这个方向指明的怎么样 还唐二皇子出版了一本书 关于治水的论述 说真是你要说见过怎么怎么样的 见过脸皮厚的 说没见过那么脸皮厚的 你要是某方面是长相 你出本书也就罢了 某方面恰恰就是你的短板 或者就是你相反的事情 你又何必出这个书呢 但是现在中国社会就荒诞到这么一个程度 中国政治就荒诞到这个程度 搞得你不得不信 或者不得不如痴似颠 似笑非笑 最后是哭笑不得 大家陪着这个神经病中国 跟着这个神经病中国 在这里再成再富 每年夏天来一次 说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水患如此严重 水患如此得不到治理的 发达国家没有 发展的国家有 但是你是号称第二大经济体 号称超越了美国 号称是多么巨大的成就 全民脱贫 全民小康 连个汁水都解救不了吗 难道连三千年前的大雨都不如吗 或者说连两千多年前的这个都江燕李斌父子都不如吗 李斌父子还不至于撒到拿杀去当带子吧 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认真学习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论述 所以官员可以躺平了 只要习总书记指明了方向 这个大水乖乖的该去哪里去哪里 这个篱笆该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地方政府也免责了 所以这回大家都讲说懒政待政斗政了 没有见过 是上行下效 上面都躺平了 下面也就躺平了 肯定躺平 所以这才出现了这些事情 不仅是水坏了 其他事情层出不穷 最近几天在广东省东莞有事情很怪 邦刚又发生了大爆炸 火光冲天 东莞的化工厂爆炸了 浓烟滚滚 火光冲天了 蘑菇云升起 死伤不知其数 但是官方说没有死伤 那就很怪了 那么大的火 又是化工厂 没有死伤 没人相信 但是这个还是一个次要的 关键是当地人统计 说最近就这个广东 不要说全国了 不要说其他省市 那是层出不穷 就是说这个东莞 他最近就是连续每天都有火灾 说30多家工厂起火 连续几天 六月份到七月份这段时间 30多家工厂起火 说多多怪事 说这么巧吗 都失火了 都火灾了 都爆炸了 觉得背后有人为 背后有原因 说的前一点就是说报复社会 人们互相报复力气太重 或者说是工人报复领导 或者是民众报复这个厂家 但是说的重点搞不好背后是重大的党内斗争 军内斗争 因为非常奇怪 那么齐齐整整的 接连的起火 接连的爆炸 显得很专业 所以这恐怕不仅仅是社会层面的斗争了 那就是体制内 党内的一种舒适搏斗 反正大家都不行了 大家都看不下去了 不仅是民不聊生 也是官不聊生了 官员被大清洗 将领被大清洗 说信就拉倒了 大家是来个鱼死网破吧 所以到处是爆炸声 火光冲天 这背后一定有名堂 有深层次的原因 时代的背景在那边 几个国际新闻 一个是前来天搞了一个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在哈萨克的首都举行 当时有一个三边峰会 就是中国的习近平 俄罗斯的普京 和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 三个领导人举行会谈 但会谈的时候出了一个状况 就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场生病 当场病重 而且病倒 当场送医 所以他参加习普峰会 得到了这么一个后果 有人说大不吉利 说是气场不对 当场送医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关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最近备受争议 欧尔班匈牙利是欧盟的成员 更好是欧盟的伦子主席 他最近是到三个国家访问 先是到了乌克兰基辅访问 受了一片赞扬 那么是最后一个欧洲国家 终于出动了去访问基辅 随后他又去了莫斯科 再访问跟普京会谈 那么欧盟和北约都紧急发表声明 说虽然欧尔班是欧盟主席 他只代表他自己 不代表欧盟 也不代表北约 并且反对了他这个时候去见侵略着普京 而且普京还是国际法庭通缉的战犯 然后在今天早些时候他又到了北京 说习近平洪水可以撂下不管 但是满面堆笑去迎接欧尔班 他们前不久 五月份才见个面了 习近平去访问欧洲三国 曾经就去过匈牙利 见了欧尔班 那么现在跟欧尔班又见面了 但是欧尔班本人来说 他可能想撮河 因为他访问了基辅 乌克兰又访问莫斯科 普京 然后又到北京 似乎好像在三方中游走 想促进和平 也许东京是好的 但是他如果是以欧盟主席的身份 是不被承认 而且会引起误会 会误导 以为普京还以为自己是个人物 还能受到欧盟主席的接待 所以这个就引起了种种的非议 另外他又到中国来 其实他走这一趟很可能是白走 因为这三个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改变立场 对乌克兰肯定是保家卫国 决心很坚定 不会让步 对普京俄罗斯下不了台 下不了台已经陷入战争泥潭 不可置拔 还在狂攻 几乎把自己的武器全打出去 那北京呢 习近平是希望在这场战争延长得越长越好 因为他可以从中余力 一个是俄罗斯被迫依靠他 被偷垮 偷得奄奄一息 我能半征半就的给你赠免 这样俄罗斯被偷在那里 另外俄罗斯成了打箭牌 西方针对的第一是俄罗斯 然后是中共 尽管西方很明白 中共才是最大的敌人 但是短兵相接的时候 俄罗斯成了当在前面的最大敌人 对习近平的算计来说 这个战争拖得越久越好 对他有利 所以欧尔班极可能白走一趟 而且况且欧盟和北约不承认 那就可能是空手而还 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关于法国选举 是戏剧性的变化 在6月下旬的选举中 本来第一轮投票是右翼胜出 右翼的乐庞所领导的国门阵线胜出 成了第一大的势力 结果没想到短短的这么一两个星期 左派和中间派进行整合 整合的结果在7月8号进行第二轮投票 第二轮投票的结果是刚刚才组建的左派联盟 成了得票最多的 然后现中的马克龙领导的中间联盟是得票第二 而乐鹏的右翼反而位居第三 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短短两个星期 这个左派联盟叫做New Popular Front 意思是说新流行阵线 大概这个意思 说是临时在6月20多号才有很多左派人士所组建的 很多是在野的 那么这个左中派进行了整合 所以他们整合了就是有一些左派和一些中间派马克龙的 或者是一些左派党派的一些候选人临时退选 成百成百的退选 说让位给新人 让新人出来选举 这个策略似乎奏效 就左派跟右派 左派跟中间派联合起来对付右派 结果所以在第二轮选举中出现了戏剧性的翻转 就是左派反而反败为胜 使法国的右翼 乐鹏领导的右翼 国民政协要问顶政府再一次受挫 这已经是最近几年两次都可以冲到前面 又临时受挫 这反映了政治的曲折性 复杂性 当然 究竟选举结果对法国本身 对国际社会实力势必还有在观察 有人说乐鹏主扎 不要支持乌克兰 其实事情也不那么简单 原来意大利的右翼上来的时候 说他不支持乌克兰吗 上来他就访问乌克兰 意大利继续坚定不一定要支持乌克兰 说很难说 说左翼就很支持乌克兰吗 也很难说 所以最后英国 法国这两个国家 本来英国向左转 法国是向右转 结果法国在第二轮头来走 似乎还是保持左派独大 所以英法两国都在朝左转 这究竟是是货是福 当然是反映了民主政治的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的一些现象 我认为到不去是福是后都不重要 也不是那么不得了 也不是那么严重 绝对没有上升到像独裁国家 平壤 或是和北京那么严重到无法修正的地步 只是说这些国家所发生的方向性的变化 它对本国的影响 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将会是相当程度的 但是只要是民主选举的结果 只要是现正以下的结果 基本上来说都是可预期的 总的前景是光明的 如果有远战的一些后退或者挫折的话 那是暂时的和局部的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